故事五分招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可爱又乖巧的小女孩 她非常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帽子 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 有一天妈妈跟小红帽说 宝贝 外婆生病了 现在身体不舒服 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点心 你帮我送去给外婆 记得要走大马路 不要乱跑 还要注意安全哦 趁现在天还没有黑 赶快去吧 小红帽跟妈妈挥手说再见就出发了 她刚一走进森林 就遇到一只大灰狼 大灰狼装出和善亲切的笑容说 嘿 可爱的小姑娘 你要去哪里啊 小红帽不知道大野狼是喜欢吃人的大坏蛋 因此笑咪咪咪的说 我叫小红帽 我要去森林里的外婆家 外婆生病了 我要带好吃的东西去给她 哦 真是乖孩子 你看这森林里的花儿多好看啊 你为什么不摘一些给外婆呢 对哦 谢谢你的提醒 于是小红帽跑进森林里去采花 趁着小红帽去摘花的时候 大灰狼跑到了外婆家 敲了敲门 是谁啊 外婆外婆 我是小红帽 我带好吃的来看你咯 小红帽 你的声音怎么乖乖的呢 外婆 我跟你一样感冒了啊 喉咙有一点痛 所以声音也变了啦 可怜的小红帽 感冒了怎么还跑来呢 外婆急忙的去开门 大灰狼看到外婆开门了 立刻扑上来说 哈哈哈哈 我是来吃你的啊 哇哇哇 大灰狼一口把外婆 吞到肚子里之后 他还穿上大外婆的睡衣 装成外婆在床上睡觉的样子 小红帽摘了一大把花后 赶到外婆家 只见外婆躺在床上 帽子拉得滴滴的 把脸都遮住了 样子非常的奇怪 外婆 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 哦 为了更好地跟你说话啊 宝贝 可是外婆 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大 哦 我为了要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你啊宝贝 外婆 你的手怎么也这么大 这样才可以更好好的抱着你啊 外婆 你的嘴巴怎么大的那么恐怖啊 因为这样才可以一口把你给吃掉啊 大灰狼刚把话说完 就从床上跳起来 一口把小红帽也吞进了肚子 大灰狼吃饱了之后 便重新躺到床上睡觉 这时一个猎人路过 听到很大的打呼声 觉得奇怪 从窗户上一看 没想到床上呼呼大睡的 居然是大灰狼 还听到大灰狼的肚子里传来救命声 于是猎人拿起剪刀 剪开大灰狼的肚子 把外婆和小红帽救出来之后 猎人搬来了几块大石头 塞进狼的肚子里 外婆也帮忙把狼的肚子缝起来 等到大灰狼醒来了之后 想逃走 可是肚子里的石头太重了 她一站起来 就从床上摔倒在地 摔死了 三个人非常高兴 猎人背着摔死的大灰狼 开心的回家去了 外婆也吃了小红帽带来的点心 身体好多了 对小红帽说 小红帽 赶快回家 不要在森林里乱走 也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聊天 我一定会呱呱听话 再也不乱跑了 拜拜外婆 小红帽向外婆挥挥手说再见 想听更多故事吗 记得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哦